我们前一节课,有的还没有讲清 就是发力的时候,你要用脚,脚是大周天 然后腹部,腰部发力,它是小周天 就是你用的时候,今天我没有站起来练 就是这个,全身的这个力道,那个寸劲 不能光用,这个没有劲 当然这个树又为道服,我们这个打不能乱打 又讲武德,不是什么人,他主要是以欲方为主 不是说主动进攻,那是除非擂台上,以此为业 我们学这个是强身电体,第二是防卫 这些都是最实用的 这个,除了这个自发,动工之外 还有自发的这个手印,我们讲过身口意 这个藏密,密宗比较强调这个身口意 它有两种,一种是内的,一种是外的 内的就是说,我们练功的这一套 身,身那种各种姿势,其实叫体印 手,它就是各种手印 它也是自发来的 很多东西,为什么这么多手印 它就想这么动 也有不对称的,能让它相磨 等等,也是这个气自我运转 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这个 这个口,所谓宇宙 宇宇,西安宇,相方宇 就是这个,你比如说 他一开口,也就是同样的道理 他自己想说什么,你让他什么说 刚开始好像,他没什么 你有意的往外吐气,说话 他就说那种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这就是 包括那个 人家上 像你这个 身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样 他们就说这种语言 这是通用的一种 这种 这种 语言也可以叫咒 我们不管怎么叫 名可名,非常名 它就是一种信号 一种口令 一种方便说 就是说,我这个文书 你看自古 奉天成运,皇帝照运 它永远是那几个字 它习以为常 能不能换也能换 一个是这几个字表达的 意思比较明确了 一个古文 是吧 比较明确 这个 这个换成其他的 可能不是那么太合适 再一个就是说 习以为常了 就是我们的土画方法 这个 这个 约定俗成 所以这个意思就在这儿 深口意 那外在的深口意 就是说 这个 修身 修口目 修 修这个意 就是这个意 不要乱想 都要修 这个 这个想 它是 你要不乱想 这个是很难 其实你要不做 就已经很好了 你要不想 那已经到菩萨界了 那个戒律比较高 有的时候你练功的时候 也可以佩戴着这个 就是 一发力 感觉很带劲 很来 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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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回收工的时候 就是 一抖身的时候 呵呵呵呵 就感觉 呵呵呵 比较来劲 嗯 这种就是 很有意思 但是会翻译这种语言的 很少啊 就是 十 十个人 只有 九个不会翻译的 那 我们现在就用科学的方法 就解释 就是信号 信息 口令